大概看一下可能就是後面的那個段層比較高 可能有時候前置會有時候會突然落差太大 呼聲最高的中華隊抗寒先發 火球男徐若曦對於大巨蛋的場地還不是太熟悉 但目測投手秋高低落差有點大 就怕影響表現 接下來的練習還得多多熟悉 雅錦塞的台韓大戰也是大巨蛋的正式賽 球迷都想進場一賭為快 只是原本說好的1000張門票流到現場賣 但消息一出網路社團各種帶牌服務紛紛出現 就在11月28號晚上突然來個急轉彎 宣布因為考量購票熱烈超乎預期 避免現場民眾大排長龍 衍生諸多不便和安全疑慮 所以取消現場購票改到11月30號的第三波線上售票 現場牌確實可以撇掉蝗牛 但是有可能有些人現場買了 現場又賣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真的好想贏韓國 看看我全身的裝扮 我已經準備好要來幫中華隊加油了 有超商推出聯名商品 要讓球迷在雅錦賽上更投入 棒球帽 帽踢 毛巾 吊飾等等 還有最不能少的加油棒 通通印上中華隊和大巨蛋的圖樣 杭州亞運 雅冠賽都敗給韓國 這次雅錦賽不想再輸 超商推限量周邊炒熱氣氛 不少超商也瞄準商機推破蛋優惠 像是7-11購買指定商品 加購一顆茶葉蛋只要5塊錢 全家則是會跟著賽事結果在APP上面推優惠 另外OK超商則是推茶葉蛋的團購優惠 趁著這波雅錦熱潮 業者跟緊腳步 也要讓球迷全力替中華隊加油 TVBS上中英倫正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